哈喽大家好 待会呢我有个大事要办 因为我这边左手边这邻居呢 要建房子 我出去看看呢能不能趴车 要是不行的话呢 考虑一下怎么办 就是因为这邻居总是建房子 前面对边那个刚扩建完了 这左边又开始了 不过呢没有办法 没法阻止人的人这见识是应该的 我待会想再带着大家出去 看看那个情况如何吧 他和我说呢可以把这车停到这些钢棍子的下面 晚上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看不行啊 你看这样的大半个 这车太窄了 没法停 看一下检查一下是不行的 和他说的不一样 不过也没有办法 他可能也不知道 他们两口子呢一开始说 他说能不能用你的家的drive 你说怎么能不让他用呢 是邻居也不能不让他用 他说啊三个月这房子就能建好了 我看半年也够呛 因为我们对面那个女的刚刚也是建了extensions 就用了半年多 他家也是 那自行车往我家放 说是放一个月 结果半年才拿走的 他一开始也是说 说这个左手边说 我建一个这种的extension 这种架子呢 你的车还可以停到这个架子下边 我这不刚才出去一看 根本没法停 反正怎么说呢 虽然不高兴 我从来不把车停到路上 可是你这也没有办法 你说 你说怎么办 有的时候发现这种的事情吧 也不能不让别人建房子 但是你如果是 这车这路上经常发生事故 但是希望半年就是说不要发生吧 因为发生了以后呢 反正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你说 他两个说三个月就能建完 三个月怎么能建完 至少半年 对面那个还别他这是直接高出一层楼去 对面那个是从两层楼加一块 还建了半年多呢 哎我的妈呀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吧 反正是希望我的车停到路上 而且晚上呢 有的邻居家里没有drive的停 反正停车在英国邻里之间呢 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就这么着吧 我也没有办法 就和不可抗虑事件似的 希望待会我明天休息的时候呢 到他家里能跟他说一下 因为他家有一个front garden挺大的 可以停两辆车 如果因为我上晚班 很多时候我回到家半夜了 就没法停车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希望他呢 就是他两个能把他两个的车 停到这个 停到路上 最起码占两个空 等我回来的时候呢 说不定能停到他家的这个前面 这样是比较好的 要不然我晚上半夜回来 整个路没法停车 黑不隆隆的上哪去停 所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吧 能够顺利的解决 这是算是一个大事吧 不然找上半天 也没法爬车 是吧 也不是 怎么说 应该不算是过分要求吧 因为 因为你把我家的这个drive站了 我没法停车 他 他的家呢 能停三辆车 他家前面 所以你 能不能就是说 让我用一个呀 或者是 他 或者是你把你家的车 停到路上 只给我留一个车位就行 我是这么想的 希望是吧 明天跟他商量商量 应该没问题 不算是不合理要求啊 这是第二天 他们就在接瓦片了 把这个支架搭上以后呢 瓦片接下来就开始 希望他快点干吧 这几个人 这是过了十几天 我下雪的那会拍的 哎 一个多月了吧 这 我没法停车了 不过没办法 这架搭好了 我唯一的好处就是 他烟囱得往上升了 不然以前我车停到呢 那烟囱一些黑灰 总是粘到我车上 就把这样的 你看过几天 我从我那drive上面 发现了钉子 这样的话会扎钛 我还得出去 买块大的虚铁石 然后 那是不可避免的你说 你扎了钛怎么办 差不多 这样次拍的呢 就是 一个多月以后了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今天早晨拍的 上班之前拍的 他已经 把这大棚子建了 建起来了 哎 他说三个月能建完 他这样搭起来不就是 不管刮风下雨都能建 哎呀 我的妈呀 什么时候能建完呀 你说 我都不介意他建 主要是没法用自己停 昨天就没法停车 整个路都满了 你说 我的妈呀 迎春花 迎春花出来了 我现在的愿望呢 就是希望呢 他真的如他所说的 三个月能建完吧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为爬车发愁了 这不才说 邻里之间也是 尽量往好里出 这两家人喜欢是喜欢 但是主要是弄得 我没地方爬车了 你也没法说 你答应了他用 你不能不让他用啊 他是这样 英国建房子 他就当地政府呢 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的 plan permission 就发到你周围 对你认为有影响的 这种邻居家里 就是左右邻居 前面就不会了 然后说你会不会反对 你反对吧 有的时候也没有用 所以干嘛去得罪那个人 虽然不希望他 因为怎么回事 他主要是建起来以后呢 就是用你家的drive 再一个 他如果这个window呢 这个窗子呢 能就是 能面对着你家的 这个garden的话 就能影响 说是能影响房价 不过这个呢 没有办法 你不能阻止别人建 有阻止 阻止了以后 政府也会派人 因为这个 plan permission 本来就是他通过了 政府和这个建筑工程师化的 他顶多就是看一下 参考一下你的意见 但十有八九呢 基本上都是会进行的 所以说呢 我认为不阻止呢 没有什么用 唯一我能阻止的 就是说不让这个建筑工人 用我家的这个drive 但是你这样的话 就会给别人 就得罪邻居 所以说呢 就说你用就用吧 所以哪怕自己就是 造成不变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和邻居 搞好关系 那次碰到建筑工 他说 他说啊 你们真好 让我用你家的drive 如果你不让我们用的话 我们就要 就要 就要 安全 在一个你 他这样的话不就安全 方便他建吗 所以说呢 也是 觉得自己也算是 行好事吧 希望 希望是这样 就觉得 希望 如果自己遇到 同样的问题 邻居也会这样帮忙 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处众 让他用自己的drive 是这样 所以对面那个女的 他很少和我说话 有一次我停了车以后嘛 对面那个女的跳下来 说这 啊 你知道吗 他们家建房子的话呢 你可以 你可以写信阻止他建 我说啊 那你 这是在所难免的 再说你这邻履之间 虽然我也不希望他建 但 你主要是对自己呢 你造成了不变 但是这些事情呢 是没法改变的 那么就 建就建去吧 哪怕对自己呢 就是能 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不是尽量往后里出门 也是很无奈 你看 如果扎了带 你说你 或者我的车从来不往路上停 就是因为我 我前一辆车 就在路上停的时候 被 停在那里 被人家撞了三次 我对面这个 斜边这个 很好的邻居也是 他家的车也被弄了三次 就是你不得花钱修车嘛 所以说呢 这些也是有 人生也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无奈 这就是无奈 无奈之一吧 有的邻居给你出主意 并不见的就是说 为了你好 其实他说的东西都是 很显而易见的 他不说我也知道 对面就正对面这个女的 他是 他家刚建完了 他家也是刚扩建完 很搞笑的是 我不清楚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有一次 他家的那个builder 因为他家建房子 那个builder 开着那个van 写着名字 居然给我家写了信 说 说你 说你家邻居 就是我家正在扩建的这家 说正要建房子 他是怎么 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的 好像是 我就不 我就忘记 反正很奇怪这件事 他的这个builder 怎么知道我这边这个邻居要建房子呢 然后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说要我们 说好像是能反对 还是我记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就觉得很奇怪 反正那封信具体怎么写的 我当时没有拍下来 我拍下来就好了 就觉得当时收到这封信 觉得那时候他家还没有建 就对面这家再见 去年的时候 我想 哎 奇怪的很 反正 OK 今天就说到这吧 这几点了 赶紧赶紧说说 上班去了 OK 这就是我最近发生的事 没有办法吧 没有办法 希望他早点建好吧 希望他早点建好 他和我说的就是 没有 这侧面没有window 对面那边有 反正是 不可阻挡的事 是吧 只能这样了 OK 我们今天说到这吧 下次再见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 稍息 这个帮助 因为 不得